更喜欢这个老太太了 她端着咖啡走进了写字楼 手忙脚乱掏不出门卡的时候 有个好心姑娘帮她刷了卡 她送给姑娘一包糖两人聊着天进了电梯 老太太和爱幽默地谈吐逗的姑娘 哈哈大笑顺便帮她刷了电梯卡 老太太拿出手机装作打电话的样子出了电梯 接着她微笑着让前台小姐给她打开楼层门 前台小姐看她这么忙也没多想打开了门 老太太进去后镇定地和周围的人打着招呼 接着扔了咖啡躲在墙后面掏出了楼层草土 老太太很快锁定了目标 她并不是这里的员工就这么轻易地混了进来 2024最新犯罪巨老链律师上线了 由奥斯卡和爱美奖双料引后凯西贝茨主演的在就业律师 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这是芝加哥一家著名的律师事务所 普通合伙律师奥林匹亚就叫她黑姐吧 她代理的是一桩强暴冤狱案 委托人做了26年冤狱正在申诉索赔 高级合伙人白哥是他的丈夫派了两个初级律师协助他 可因为经验不足半年还没什么进展 白哥代理的是病人与药厂的民事诉讼案 但一直摸不清对方律师的和解报价焦头烂额 正在他们发愁的时候老太太出现了 白哥的诉求是1900万 可老太太知道对方的上限是2300万 只用了一句话老太太就帮着律所多要了400万 70岁正式闯荡的年纪 与其他人相比老太太的优势就是年龄 毕竟谁会警惕一个和蔼可亲的老人呢 他知道对方的律师每天早晨会去同一家咖啡店买咖啡 他在那守株待兔果然听到了律师和客户的谈话 而老太太也是利用年龄的优势轻易骗过了保安混进了律所 老太太叫马德琳·马特洛克 但朋友都亲切地叫他马蒂 年轻时他也是个律师 律所的另一个高级合伙人黑哥很好奇没见过他 老太太丈夫死了孩子死了孤苦伶仃 因为抚养外孙很缺钱所以来这里应聘再就业 无人警惕是制胜的法宝 再加上年龄反歧视法他当即被主任聘任了 正好黑姐确认守马蒂跟着他做个初级律师吧 黑姐很不开心他想要个有能力的律师 可马蒂最后一次从事法律工作是30年前了 黑姐没办法只能让他和两个小年轻给自己当助手 女助理小汤维觉得马蒂年龄太大了 拦助理小维科却很和善领着马蒂熟悉环境 他们这个团队正在代理一个案子 一个叫雷蒙德的黑员因多起谋杀强奸罪入狱26年 但近期DNA证据洗清了他的罪名 那个年代警察对我肮脏不堪贪腐成性 想要为雷蒙德追索赔偿必须有确凿的证据 黑姐想从警察贪腐这个点切入索要赔偿 另外还有个线索可以证明雷蒙德无罪 他被拘押期间有个妓女被同样的手法袭击 这个妓女逃出来并暴揽 可报案并没有被记录或者说被掩盖 甚至连妓女的名字都不知道 如果能找到他就可以证明雷蒙德的冤屈 以及警方的不作为 马蒂进了会议室不自觉就坐在了主位上 雷蒙德妇女申诉的赔偿金是200万 黑姐给提到了400万 半年的扯皮后警方只肯赔偿241280美元 这点钱肯定不能和解只有庭审 但问题是当年雷蒙德对罪行供认不会 哪怕是被驱打成招也不行 因为一开始认罪就意味着政府没有义务赔偿 所以现在的关键点还是要证明警方贪腐造成的冤狱 雷蒙德妇女对黑姐当时做出的承诺很失望 他们看马蒂年龄大还以为是领导的询问她的意见 小汤一个劲冲马蒂摇头让她少说话 可马蒂还是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这下等于把黑姐架炉子上烤了 气得黑姐找主任也就是她的公共投诉要开了马蒂 不过黑姐跟这个案子半年了也没给律所赚钱 主任命令她必须赶紧拿下来 要知道政府赔得越多律所赚得也越多 马蒂给黑姐出了个主意来一次庭审现场模拟 让律所的闲人扮演陪审团一边应对正式庭审 自己去找那个受害妓女的线索 有个资深老战阶女曾经见过受害妓女还画了素描 不过资深女是个很不好相处的人根本不搭理小汤小微 几人去了资深女家 马蒂凭借丰富的阅历和睿智很快和她打成了一片 资深女很痛快地找出了素描画 马蒂看了倒吸一口凉气画的真形象 根据这幅画马蒂很快推测出受害妓女一定是个瘾君子 当年的毒贩子应该对买家有印象 另一边黑姐负责的模拟庭审不尽原意 陪审团对雷蒙德的证词反应不一 所以黑姐不敢让雷蒙德参加庭审只能提供证据辩误 这也致使受害妓女的证词成了唯一的希望 根据资深女的回忆马蒂查到了当年给他们供货的毒贩 此刻正关在监狱里 马蒂打算明早就和小汤薇去找他了解情况 黑姐很开心马蒂也趁机提出从临时工转成正式工 黑姐又交给他一个任务 他和丈夫白哥准备离婚争夺孩子的看护权 只要马蒂说服白哥马上整正 其实马蒂的观察力很细致早就看出黑姐和另一个律师黑哥有一手了 他可不想掺和年轻人感情的问题 马蒂还是去找了白哥 白哥也很喜欢这个开朗乐观的老太太 马蒂告诉他自己很穷外孙也调皮捣蛋 如果有机会的话他想和白哥学习打药品官司 就在这时候政府出了一个妙招来反击 他们在报纸上发布了一篇文章 90年代的警察腐败并不像人们说的那么不堪 接着就是美化警察的长篇大论 这显然是精心策划的 写了这篇文章警察工会直接把赔偿金降下来了 在开庭前一天放出报道就是想最大限度的影响陪审团 雷蒙得案基于的原则就是警察腐败 这下案子更没有胜诉的可能了 现在所有希望都寄托在马蒂身上了 第二天一早几人就去了监狱 马蒂一见毒贩子立刻露出了慈祥的笑容 马蒂凭自己的狡猾很快成了毒贩子的姑妈 毒贩子见到亲人立即眼泪汪汪的回忆当年的客户名字 她终于想起那个妓女的名字叫卡琳 她有一头红头发就住在附近 小汤小微立即动用关系查找她的下落 与此同时第一次庭审开始了 黑姐没有拿得出手的证据只能打苦琴牌 企图用雷蒙德的悲惨遭遇打动陪审团 不过这招显然不太管用 当年负责案子的警察接受了问询 雷蒙德曾多次表示自己无罪 可在长达数十个小时的刑讯逼供下只能认罪 雷蒙德认罪八分钟后觉得不对又翻供了 不过警方没有重新调查而是认定他就是凶手 定罪的唯一证据是目击者做出的凶手描述 没有胡子的黑人 雷蒙德那时候年轻没留胡子于是成了凶手 警察的律师认为这并不能代表警方的腐败和不作为 连环监杀案总需要凶手吧 何况嫌疑员翻供很常见的 再说政府的报纸都说警察并不是太腐败 能赔偿雷蒙德二十万挺够意思的 黑姐这是得到消息找到那个叫卡琳的妓女了 卡琳想起那晚就觉得后怕 她拼命反抗才从凶手的手中逃出来 从那天起她改过自新重新做人 借了读上了大学找了份证金工作 还找了个老实人结婚生了孩子 但是丈夫孩子都不知道她有这么段不光彩的历史 她知道真凶根本不是雷蒙德 但为了不影响现在的生活说什么不肯出庭作证 因为一旦作证她不堪的过往将曝光在大众面前 这种情况法庭可以给她发传票强制出庭吧 卡琳害怕极了 马蒂听到这些同情心立刻爆发 她处于理解没有欺骗卡琳出庭并教给她如何逃避作证 黑姐得之后非常愤怒 律师有同情心没错 但马蒂的感情用事却忽略了当事人和律所的最大利益 毕竟很多年没从事法律工作了 马蒂的感情压过了理性 因为缺乏关键证据第二次庭审一开场这边就落入了下风 哪怕在打苦情牌也不能证明警方的腐败 马蒂思前想后又去了卡琳家沟通 她给卡琳讲了自己女儿在和毒瘾的斗争中死了 所以她比任何人都能体谅卡琳的难处 雷蒙德也很难只有卡琳能帮助她了 马蒂的耐心和诚意最终还是没有打动卡琳出庭 不过她还是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线索 当年自己被袭击时有个饭店的老板看到一切还帮自己赶走了凶手 然后老板好心地打电话报了 老板能出庭的话同样可以证明警察的不作为 这一边的庭审对雷蒙德很不利 关键时刻马蒂探头进来露出了胜利的微笑 马蒂给法官呈上了新证据 对方律师认为案件到了现在阶段不应该再加新证人了 何况卡琳本身并不能出庭作者 马蒂骗她饭店老板录下了当时的通话录音 这完全可以作为新证据加入 警局抹掉了报案记录马蒂从通讯公司的服务器上找到了原始录音 录音清晰展示了报警员关于罪犯和受害者的描述 这是证明警方制造冤案的关键证据 整个案件一下子翻盘了 陪审团最终也做出了一致裁决 2000万远远超出了黑姐提出的索赔数额 这是政治正确下对黑肤色的羡慕大火不必当真 不过马蒂显然是这个案件中最大的功臣 黑姐给马蒂提前转了证 还给他分配了一间独立办公室 未来他将以正式律师的身份开始接手案件 下班后马蒂拒绝了小汤维去庆祝的好意 因为他要回家照顾外孙还要赶最后一班公共汽车 公车只开了一站马蒂就下车了 他走过街角一辆豪华轿车和笔挺制服的司机早就在等候 司机毕恭毕敬地打开门 他从容地上了车 然后从口袋里掏出巴士克拉的大钻戒带上 接着豪车开到了一所落大的庄园 迎接他的是丈夫和小外孙 其实马蒂付出根本不是他说的穷困潦倒 他的真名字叫金斯顿 曾经是纽约最著名的大律师基亿万富翁 马蒂所说的唯一实话就是女儿因为毒品死亡 他之所以付出的目的就是调查女儿死亡的真相 这家律所的三个合伙人其中一个隐瞒了药厂阿片类药物的致隐心 以至于这类药品害死了很多人 马蒂要和他们搞好关系才能有更多的线索 他笑嘻嘻端着点心让他们品尝 可这三人却知道了马蒂用了假名字混进律所 马蒂猛的从梦中惊醒 他编造简历的时候忽略了好多细节 如果有新人仔细查查就能看出破绽 不过幸好马蒂有个电脑天才的外孙 他查去补漏给马蒂重新做了档案 他甚至准备入侵律所的电脑系统查找过去的卷宗 但这明显是个艰难的任务 马蒂告诉他现在应该做的就是继续建立和黑姐的信任 很多情报往往都是信任的人不经意间透露出来的 清晨黑姐白哥刚进电梯马蒂也来了 黑姐和白哥赶紧一个按关门一个按开门键 白哥很喜欢这个老太太 而黑姐却不信任自己这个手下 律所提供40美元的免费午餐 为了让自己更像一个贫穷的老太太 马蒂请求自己只吃20美元的剩下的带回去给孙子当晚餐 这个事归后勤部的胖女士管 她表示会请示合伙人研究这个提议的 马蒂趁机提出想看看过去的档案熟悉下工作 胖女士很奇怪她刚转正怎么就看见案子 马蒂马上又细经上身了 这番话说的胖女士很是心酸 可要看就卷宗必须黑姐批准 胖女士能帮助马蒂的只有中午给她多打点饭了 马蒂终于混上办公室了 不过和小汤小微在一起 小小的办公室放三张桌子很挤巴 令马蒂惊奇的是这个办公桌竟然是可以升降的 小汤很不满这么多人挤在一起 不过小微特别喜欢老太太恨不得和她一张桌子办公 黑姐这边接到新案子了 三个手下匆匆跑向她的办公室 一进去马蒂就看到一个女人在哭 她同情地递过去指惊 这个女人的儿子麦克被指控谋杀 她找了好几个律师都没把握打赢 最后只能找到黑姐这儿 女人说自己儿子绝对不会杀人的 可现场有目击证人公诉方认为麦克就是凶手 麦克只有18岁并且发育迟缓治理有点缺陷 她被指控杀了女同学艾米尔 当时有个84岁的老人看见她浑身是血的站在尸体旁边 麦克被抓后因为害怕一直不说话 所以前面的律师不知道事情经过根本无法申辩 律师让麦克认罪争取轻判 可母亲知道儿子干不出这种事坚决不认罪 黑妹一听这个案子难度很大也不愿接 麦克的姨妈表示只能提出集体诉讼了 这意味着黑姐会背上一个不敢单独接案子的骂名 没办法黑姐只能硬着头皮接下来 可母亲告诉她离下次开庭只有三个小时了 黑姐一听顿时倒吸一口凉气 我奶奶的接了个啥案子 三个小时连卷宗都看不完啊 几人只能先简单了解下案情 死者16岁和麦克在同一个学校 目击证人从自己家的窗户看到麦克站在尸体旁边身上全是鲜血 警方在尸体旁边找到一盒套套 他们的同学证明麦克迷恋爱面 所以警方认为动机是求爱不成杀人 黑姐和麦克交流她还是一句话不说 尸体是在麦克最好的朋友王德发家开的小超市边发现的 王德发和父亲王大锤作证说那天麦克在他家玩 后来他走了接着出了事 但两人表示麦克是个好孩子绝对不会杀人的 现在上厅别说赢官司了 恐怕连案发时间案发经过都说不明白 黑姐唯一能做的就是想办法说服法官延期候审 利用这段时间找到证据为麦克辩护 可黑姐一听法官的名字又倒吸一口凉气 这个法官和他从来就不对付 不过黑姐的辩护水平挺高的他用球赛打比方 球员们往往故意犯规延迟比赛时间 利用争取出的时间打入竞胜一球 打官司也一样 法官大人多延期一次我这边就能找到更多的证据 法官一听黑姐服软还承认自己赖呼呼的高兴了 当即同意延期开庭 办公桌的位置已经换了 三个人跟小学生似的排着对办公 有个好消息就是律所同意马蒂的午餐分两顿吃了 中午20美元晚上20美元 小汤很高兴认为延期两个月就有时间找新证据 可黑姐愁眉苦脸的告诉他 法官只同意延期两天 还是马蒂老坚句话 他认为应该从目击证人下手 一个84岁的老头怎么能距离30米 看清尸体旁边的是不是迈克 只要能证明目击证人眼神不好 就能洗清迈克的嫌疑 黑姐一听这是个好主意赶紧去办 马蒂和小汤去了目击证人家 这个年纪的老头性格都很扭巴不肯配合 马蒂立即发挥亲切的一面和老头聊起了家常 把老头聊得跟见了死去多年的亲人样 老头乖乖地趴在窗口给马蒂演示 小维站在发现尸体的地方让老头形容 老头一点不打磕说出了小维的衣服发色模样 甚至连他裤子忘了拉拉链都说出来了 这个老头的眼神竟然这么好 老头骄傲地表示因为他每天都看妞 不仅心情愉悦而且增强视力 那天他一边看电视上的维密内衣秀 一边烤肌肉馅饼 听到马路上传来女人的惨叫声 老头没在意继续看电视 一个小时后往外面看 看到了麦克浑身是血的站在尸体旁边 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 是因为从听到惨叫到看到麦克正好是烤馅饼 需要一个小时 另外那衣秀恰好这个时间插播广告 他就看风景 老头马上就拨打了911 马蒂听高兴了 因为这个过程的时间线有问题 当时还有个报警人 就是麦克好朋友王德发的父亲王大锤 王大锤报警的时间仅仅比老头早了四分钟 但他的说辞是正在店里干活 突然听到惨叫 他没敢出门马上打了报警电话 这中间就有几十分钟的时间差 这个时间能发生很多事情了 电视广告时间是准确的说明王大锤在撒谎 可他为什么要撒谎呢 几人去王大锤的超市了解情况 可黑姐不让马蒂进去让他在车里等着 马蒂很生气这明显是不信任自己 王大锤说自己一听到惨叫马上打了报警电话 可为什么和另一个证人说的时间不一样呢 王大锤说一定是对方记错时间了 黑姐看到店内有摄像头提出看监控确定时间 可王大锤借口说没有法院的船票坚决不给他 马蒂在外面和外孙聊着天无聊的等着 小外孙很聪明从各个方面协助马蒂的卧底计划 马蒂这时看到死者学校的学生放学了 在小超市的外面争执着什么 他灵机一动下车把这些学生拍了下来 黑姐怒气冲冲的出来看到马蒂在拍照 他气急败坏的则被马蒂不在车里等着乱溜达什么 他交代几人不要靠近超市 然后自己去法院申请船票 剩下的三个人没有车只能各自回家 马蒂说要坐公交车回家小汤很纳闷 从这儿到他住的皇后区平民窟 正好有地铁为什么不坐呢 马蒂只能骗他说自己以前坐地铁 遇到过抢劫有心理阴影 小汤觉得很抱歉想知道具体情况 马蒂连忙岔开话题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给那些孩子们照相吗 其中一个女孩子看起来很沮丧 还在超市门口徘徊 显然她认识死者也许能知道些什么 小汤马上根据照片查到了她的社交账号 这些女同学正好去了球馆打球 三人去了球馆 可怎么能和她谈话呢 还是马蒂老坚俱滑 她从包里掏出眼镜扔到地上 啪的一脚就踩碎了 马蒂拿着眼镜冲女孩走过去 女孩正在担心自己的保险家 父母给医保够不够赔的 马蒂说只要你回答我问题就不用赔了 同学们很愉快地和她聊了起来 同学都说迈克又老实又木讷 绝对不会杀害死者的 一定是小超市老板王大锤干的 王大锤是个色狼对死者很痴迷 女孩子们还给她起了外号 叫毛骨悚然王大锤 这个线索足够让法院出去传票了 可黑姐还是不让马蒂去 让她留在办公室里 马蒂问她 我做了什么让你不信任的事吗 黑姐表示你刚上班一个星期 我有权利不相信你的 黑姐拿着法院传票 要求王大锤提供监控 儿子王德发说监控都下载到自己电脑了给了黑姐 王大锤激动地表示不提供监控 是怕被发现自己卖给未成年人酒水 王德发也伤心地表示 那天就不应该让迈克来自己家玩 监控显示王大锤一直在打扫卫生 他说自己打扫完卫生财报的警 虽然改口了但时间线对上了 这也让他有了不在场证明 再往前看监控 案发前的半个小时 迈克竟然从货架上偷了一盒套套 警察在死者身边发现的就是这个牌子的套套 这下麻烦了 监控视频反而坐实了迈克杀人的嫌疑 迈克的母亲和小姨还是不相信 偷套套也不能证明他杀了人吗 可问题不是他们相不相信 而是陪审团相不相信 就凭这个视频迈克杀人罪名百分之百成立当场 就要拉出去枪柄 这个官司输定了迈克现在认罪都来不及了 迈克的母亲很激动 迈克智力有缺陷 他始终关注着一举一动 自己的孩子绝对不会乱来 马蒂的心情也很沉重 就像马蒂的女儿一样 马蒂认为他各方面都很优秀 却不知道因为某个律师的隐瞒导致他药物成义 女儿苦苦挣扎了好久 临死马蒂才知道这么可怕的事情 外孙给马蒂的网上简历加了一点资料 他骗人说遇到过地铁抢劫 外孙为了冤枉就PS他和警察的照片防备有心人查 外孙说PS照片和视频是最简单的技术 不用大惊小怪 马蒂一听立刻顿我 这一边重新开庭了 黑姐没办法只能抨击王大锤卖酒给魏成年转移视线 这个策略能增加陪审团对他的不信任 接着黑姐又提起孩子们说他是色狼 还给他起了毛骨悚然王大锤这个外号 王大锤一听这个不好解释 他赶紧话锋一转主动说出了麦克偷套套 这下立马让黑姐陷入了被动 麦克不会说话也没法给自己辩解 王大锤说当时自己去仓库装活 回来看见麦克慌张地跑出去了 过了一会就听见死者的惨叫 事后他看监控才知道麦克偷了套套一徒步 黑姐一看不妙赶紧要求暂时休停 马蒂告诉他我知道你不相信我 甚至有人放屁你都认为是我放的 但这次无论如何要相信我让我赶紧去那个超市 黑姐也告诉他之所以不让他下车在超市露面 就是要利用他这个年纪能让人放松警惕的优势 别人去超市会引起王大锤家人的警惕 你是生面孔去干什么他们都不会注意的 马蒂去了小超市 他直接就奔收音台开始挑选套套 王大锤的老婆很奇怪 你这个年纪也需要这个 马蒂告诉他预防疾病人人有则从我做起 说着还让老婆帮他拍张照片发朋友圈 庭审继续开始 王德发作为麦克的品德证人出庭作证 他表示从小和麦克在一起 虽然麦克有缺陷自己也要去麻省理工 但两人的关系很好 黑姐问为什么拿监控的时候您那么生气 王德发说你们怀疑我爹我才生气的 王德发又表示自己父母不懂电脑 他负责监控操作 黑姐直接放出了监控 这是麦克偷套套的画面吧 王德发很肯定就是当时的画面 黑姐接着放出了马蒂去买套套的视频 画面中马蒂伸长了手 而麦克却很正常 马蒂站起来给法官展示他的身高 他的身高是5英尺2英寸也就是1米58 接着麦克站了起来 他和马蒂的身高一样也是1米58 身高相同的人去拿同一个地方的套套 为什么姿势明显不一样呢 这只能说明视频被PS作假了 王德发为什么要篡改视频呢 千万不要说谎 因为原始视频已经送去实验室鉴定了 王德发一看瞒不住哭着说了实话 自己也喜欢死者 艾米尔麦克也喜欢艾米尔 那天自己拿着套套去找艾米尔求爱 还要求他别搭理麦克 艾米尔不同意两人吵了起来 争执中他的脑袋撞到地上死了 王德发惊慌中把套套都掉了 他告诉父亲出示了王大锤让他否认一切 安抚了情绪后 王大锤才贼喊捉贼报了警 事后又让王德发悚感了监控嫁祸给麦克 真相大白麦克激动地拥抱了黑姐 幸亏玛蒂才洗清了他的冤屈 案子结束玛蒂办公室的桌子位置又变了 这三个人的关系也在不断地磨合变好 玛蒂拎着20美元的午餐要带回去给孙子吃 他把晚餐放在桌子上问黑姐 你对我的做法不是信任而是操纵信任 如果你有什么计划就应该开诚不公地告诉我 而不是利用我 为了案子我肯定会全力佩服 说着玛蒂伤心地走了连晚餐都忘了拿 白哥也教育了黑姐思想不正确 黑姐接受了众人的批评想给玛蒂道歉 正好晚餐忘了拿玛蒂家这么穷会饿肚子的 黑姐决定按照简历上的地址给玛蒂送过去 玛蒂的豪车已经回到了她的豪宅 黑姐也按照简历的地址到了皇后区的贫民窟 她拿着晚餐进了这栋破败的公寓 找到门牌号开始敲门 可怎么敲也没人开门 她只有玩着手机继续敲门 而这边丈夫已经准备迎接玛蒂回家了 难道玛蒂的秘密要暴露了吗 原来这一切是玛蒂早就安排好的 她洞悉了这些人的心理故意丢下晚餐 不但能让律师们更相信自己的困境 而且屋顶的监控拍下了黑姐的手机密码 这样外孙就能黑进去找到更多的信息 玛蒂正在满怀兴趣地看着老头的照片 当然不是对她有什么想法而是研究着她的特点 官司输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陪审团成员的了解 黑姐团队接手的是一桩性骚扰引发的非法解雇案 被解雇的员工艾利克斯把老板告上了法庭 老美的陪审团是律师和法官共同审查的 然后再由双方律师最终确定人选 有多少陪审员向着自己这边很重要 终于确定了人选 黑姐团队自信地坐下准备开庭了 正当法官准备开庭的时候不知谁的电话却想 爷爷您现在给您来电话了 爷爷您现在给您来电话了 众人找了一圈才发现是玛蒂的电话 物业来找她催电罪水费了 玛蒂的手机乱响被法官训斥了一顿 陪审团却觉得这个老太太不懂规矩很好玩 其实这样的小案子对玛蒂来说太 easy了 她的心思还是放在女儿死亡真相上 可她却不知道这个案子竟然会发展得这么麻烦 小外孙嘱咐玛蒂尽快拿到黑姐的手机 作为重中之重玛蒂明天就办 偷手机时刻记在玛蒂心中 但她要先打扮原告埃利克斯 埃利克斯是个很开朗的姑娘 她想穿的花里胡哨上庭被玛蒂否了 跟个鹦鹉似的会谎瞎法官和陪审团的 马蒂的目光都在黑姐的手机上 可黑姐基本手不离机不太好办了 关键黑姐胆子也很大 在办公室就和黑哥调情 当着丈夫白哥的面这么做很刺激的有没有 这要是发现马蒂偷手机还不活思了她 众人都做好了开庭准备 黑姐是个很毒很刻薄的人 她对手下小汤小微的工作成绩都看不在眼里 有的领导就怕手下的能力超过自己不断地给他们穿小鞋 众人做着开庭的准备要把手机放在外面 马蒂要负责看管物品不用上庭可高兴了 可是埃利克斯一听不愿意了 她觉得马蒂很亲切能消除自己的紧张感 黑姐一看这样就要求马蒂也上庭 这下马蒂只能郁闷地把自己手机拿出来 恋恋不舍看着黑姐的手机迈着沉重的脚步去了审判庭 埃利克斯在公司被老板信骚扰了 被告律师用他喜欢老板作为反驳 埃利克斯否定了这个说法 他最反对办公室恋情何况老板老摩咔嚓的也不是自己的菜 老板一直对他很感兴趣 总是借口夸他衣服好看人性感凑上来腻腻歪歪 还趁着他独自在办公室或出差的时候挑逗他 这让埃利克斯很不舒服 不过埃利克斯很珍惜这份工作也就没有举报老板 马蒂用眼神鼓励着埃利克斯不要紧张 他接着往下说 那天公司举办节日聚会 同事们在一起很开心埃利克斯就喝得有点多 午夜时他感觉不太舒服就去另一个房间休息一下 老板出溜一下就跟过来直接上手乱摸 他惊慌的想推开老板 可对方摸了他的屁股和胸部还扯下了裙子 正当老板要进一步行动时 埃利克斯一紧张加上酒酒挖的就吐了 老板被脏东西恶心的才停手 幸亏自己吐了药不后果不堪设想 从第二天开始埃利克斯就得了老板恐慌症 只要老板在的场合他就心虚不宁无法工作 所以埃利克斯就尽量避开老板 但这也意味着有些会议不能参加工作经常出错 老板得不到埃利克斯的人于是用工作不认真的原因辞退了他 他感到不公平于是起诉老板并要求赔偿三个月的工资 被告方的律师从容过来发问 你前面说你反对办公室恋情认为会耽误工作对吧 在得到埃利克斯的肯定回答后律师又问了 那么你和同事马小帅的办公室恋情是怎么回事呢 黑姐这边都愣住了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 对方律师便称埃利克斯大小喜欢办公室恋情 老板对他做的事就是浪漫的男女关系而已 并且自己这边还有一份铁证 这份证据并没有提前承报给法庭黑姐这边也不知道 但根据法律条款这是有效证据能证明埃利克斯撒谎 这份证据是马小帅拍摄的和埃利克斯亲密的视频 视频中埃利克斯装扮成性感小秘书又或者装扮成老板的马小帅 还风骚地说这种优质服务和工作态度能让我升职吗 接着就是哼哼哈黑让人脸红心跳的画面 第一次开庭以黑姐这边失利告终 原因就是埃利克斯没说自己的恋情 埃利克斯表示他和马小帅进入公司前就是恋人关系 谁想到两人分别被公司录取了 进了公司后他们就分手了不存在办公室恋情 至于视频怎么泄露的就不知道了 现在关键问题是陪审团已经不信任埃利克斯了 再加上肤色的关系陪审团也不喜欢黑姐 小维提出一个建议 既然被告方能用埃利克斯的人品来说事 那我们也可以证明老板的人品不好啊 小维注意到老板也隐瞒了自己的黑历史 社交媒体上曾经发表过他在公园做志愿者的帖子 公园志愿者是犯了轻罪的人用社区服务代替坐牢 可老板说他得志体美劳全面发展没犯过罪 并且法院也没有他的犯罪记录 很有可能他动用关系或什么原因把这段历史掩盖了 不过警局肯定还留有记录 去纳查出来就能占据主动 另一方面黑姐要争取陪审团的好感 她准备聘请专业顾问分析他们的个性特点 这个很厉害的顾问叫毕昂斯麦当纳西林迪翁布兰尼阿戴尔沙拉布莱曼 小明肉丝 他擅长肢体语言面部表情行为学心理学 能看透人的情绪变化心理状态思想深处 外号行走的测谎仪 只要和他眼神对上瞬间就能分析出对方的心态 所以请他做顾问费用很高的 马蒂三人去了警局 小维的妈妈阿姨姐姐都在这工作 有人好办事马上就查出来了 老板的确犯过罪判了社区服务 不过因为档案是保密的 所以不能告诉他们具体罪名 警局不能说 但公园的管理员可以说呀 妈妈很利索的把管理员名字告诉了小汤小维 肉丝被请到了律所 这么大的瓦尔竟然无偿给他们做顾问 他和黑姐早就认识埋怨着不早请他 要不分分钟搞定陪审团营下官司 小汤维三人回来了 下一步就是找管理员了解情况 马蒂躲在后面不敢看肉丝生怕他发现什么 可怕什么来什么肉丝竟然叫住了马蒂 你不用去调查留下来陪当事人 马蒂慌的说自己擅长调查而不是做文书 可肉丝留下他的理由很充分 他这个年纪对修修的录像没有反应了 对陪审团来说就比年轻人有信任感 不用担心前规则 所以下次开庭马蒂必须和黑姐一起坐在律师席上 让陪审团留下好的印象 马蒂还想偷手机呢支支吾吾的不肯干 肉丝居高临下看着他气场相当的强大 第二次庭审开始了 双方律师都询问了公司同事埃利克斯的表现 所有人都表示他平时工作很认真业绩也好 但就从那次酒会后他的精神状态突然垮了 干啥啥不行吃饭第一名吃啥啥不剩 但这并不能说明老板骚扰过他 反而证实了埃利克斯的确工作不在状态 这次开庭双方互有胜负 但肉丝在旁边观察分析出了陪审人的特点 整个陪审团12名成员只有两人站在黑姐这边相信他们 7号陪审员在对方发言时翘起了腿 说明他对陈树成开放态度 黑姐发言时他向后靠在右手边很松弛 说明他相信黑姐的话 黑姐发言时9号陪审员一直闭着眼睛说明他厌恶黑姐 总的来说只有两个人相信黑姐态度还不是太坚定 黑姐急了怎么才能争取陪审团的信任呢 肉丝当即给了他一棒 别想别想 他们不但不信任当事人更加讨厌你本人 你已经没有胜算了 不过肉丝又给了他希望 太荒谬了竟然让初级律师独自辩护 马蒂也同意黑姐的说法我根本不行啊 正在争论时小汤小微回来了 他们已经找到了公园管理员 老板当年因为性骚扰另一个同事被判有罪 管理员还保留着当年的判罚记录 这足以证明老板品行不端有违宪女下属的习惯 黑姐着急去法庭可找不到手机了 马蒂随口说出了法官和黑姐约定的日程 这下两人都愣了 马蒂怎么知道黑姐的隐私 马蒂连忙解释研究了卷宗才知道的 黑姐表示自己父亲是海军陆战队的交给他很多东西 他着急走让马蒂帮着找找手机 黑姐走后马蒂掏出了黑姐的手机拨通了电话 有人给办公室送来的鲜花 而这边黑姐正在询问艾利克斯的前男友马小帅 马小帅说艾利克斯不喜欢办公室练情 所以两人一进公司就分手了 但马小帅气不过就给同事们看两人的修修小视频炫耀 有的人就把视频保存下来没事欣赏用来催眠 两人都是情趣爱好者 有时候扮演老板秘书 有时候扮演护士病人 还有时候扮演警察犯人或者老师学生 但现实生活中艾利克斯从来没有出格的行为 本来很精彩的问询可黑姐让陪审团听的昏昏欲睡 这下弄得小汤小微都灰心了 黑姐难道比修修小视频更加有催眠效果 看来肉森说的对这个案子需要马蒂上场了 马蒂在办公室用鲜花把前台支走 趁着没人他鬼鬼祟祟的溜进了黑姐办公室 她打开黑姐的电脑按照手机里记录的密码进去了 而此刻黑姐已经和肉森他们回来了 马蒂紧张地找着各种密码 黑姐保护隐私的意识还是挺强的 开机密码和各种文档都用的是不同的密码 可是都放在手机里很容易被一锅端了 黑姐和黑哥调着情走向办公室 马蒂查着各个密码要查看文档邮件 可人老了思维手速都跟不上半天才打开一个 黑姐黑哥聊着离办公室越来越近了 电脑浇满了咖啡已经完蛋了 马蒂哭丧着脸说他本来想给黑姐泡杯咖啡的 他想和黑姐搞好朋友关系 黑姐大喊着我们不是朋友只是同事 我不需要咖啡只需要能用的电脑 电脑坏了是小事 现在最重要的是让马蒂独立身遍埃利克斯的案子 马蒂吓得连忙说自己30年没辩护过了根本不行 可为了胜诉必须要赶鸭子上架 马蒂研究着案子肉丝总是吓唬他 你为什么总是很紧张呢 有这么个人形测谎仪在旁边说不心虚是假的 马蒂生怕他看出自己来律所的真实目的 黑姐的电脑已经完全烧坏甚至都不能恢复了 马蒂听到也很郁闷 里面的文件还没看到呢 黑姐说幸好大部分资料都保存在公司云端了 律所的合伙人要对马蒂展开魔鬼训练 但黑哥和黑姐的几眉弄眼都让肉丝看在了眼里 马蒂紧张地练习着询问词可都被合伙人疯了 这个状态上庭会被法官和对方律师变得体无完肤 但是肉丝却看出马蒂似乎隐藏着什么 马蒂一看不妙赶紧说就不应该接这个案子 因为埃利克斯的隐瞒和不雅爱好让陪审团诟病 如果他真的被老板性骚扰为什么不早反抗呢 可这番受害者有罪论却被埃利克斯听到了 他伤心地跑了出去 马蒂也知道自己说错话了 这并不是他的本意只是想摆脱自己的困境 黑姐问他是不是想起了自己女儿 马蒂说自己女儿女婿死于车祸并没有关联 自己只是有感发霸 黑姐告诉他不管你想什么不管埃利克斯怎么样 他要的就是赢官司 马蒂也要赢这场官司 一是为埃利克斯讨回公道二是要取得律所信任 不过马蒂原来是专门打经纪官司的 对于民事刑事官司真的没什么经验 所以这算他的第一次独立辩护 在丈夫的鼓励下马蒂勇敢地站上了法庭 他战战兢兢地走向法官 马蒂对老板开始问询 当时你为什么要雇佣埃利克斯呢 老板说看到埃利克斯有学历有经验 能为公司创造效益才聘用他的 也就是说老板认为埃利克斯是个优秀的好员工 马蒂又问老板你觉得你是一个好人吗 一个罪犯算不算好人好员工吗 老板不知道这是圈套回答了 那既然罪犯不是好人你又是好人 那为什么要隐瞒自己的犯罪史呢 马蒂根据法律条款出具了新证据 老板曾经因为性侵犯被判社区服务 这下把老板和他的律师打得措手不及 老板在陪审团里的印象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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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86 黑姐团队的人都知道有50%的赢面了 剩下就要看最后的结案陈词 黑姐已经写好了长篇大论 可马蒂表示要用自己的想法做最后陈词 黑姐此刻也很开明 马蒂决定这次遵从内心跟着感觉走 他不但要赢官司还要替埃利克斯挽回尊严 他并没有引经据典而是给陪审团讲了自己的故事 马蒂刚刚做律师的时候也是打刑事案明事案的 那时他的上司著名律师何大壮却瞧不起他 认为他的能力不足只有和对方律师上传才能赢官司 甚至还对马蒂进行了性侵犯 马蒂回家告诉了丈夫但用的是对自己很无理这个词 因为马蒂觉得这种事很丢人说不出口 这么轻聊淡写的用语就没引起丈夫的重视 从此马蒂无心工作 为了不和何大壮见面最终离开律所转成了打经济官司的律师 何大壮没有受到惩罚同时也颠覆了马蒂的梦想 这也成了影响他一生的大事 看到埃利克斯时马蒂想到了自己 虽然他们的年代不同思想也不同 可两人都想稀释宁人保住工作 所以埃利克斯一直忍受老板的骚扰委屈求全 这并不是埃利克斯的人品不好而是无奈 也是他对这份工作的热爱 可他揭开老板暴行的下场是什么 被无端辞退还在大庭广众下播放隐私视频 难道女人就应该忍气吞声忍受职场骚扰吗 马蒂的结案陈词说完了现场一片安静 他默默回到了自己座位上 重新开庭后陪审团做出了裁决 我们有了 但首先我们有一个问题 请你能够更多的判断的判断 等待吧 等待吧 我感觉你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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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案子超乎完美的结束了 肉丝完成任务也要走了 原来他曾经也是个律师 但和黑姐竞争同一个职位时被对方阴了 所以肉丝才转职做了陪审团顾问 可这么个关系怎么会无偿帮助黑姐呢 肉丝告诉她是你丈夫白哥请我来 还私人付了顾问费 你看看丈夫对你多好 你却在和别人打情骂俏 但是马蒂还是不敢看肉丝 生怕自己内心的秘密被他知道 另一边小外孙竟然解开了黑姐电脑所有的资料 他的电脑不是完蛋了怎么可能呢 原来马蒂早有准备送花工人是他的人 趁送花的时候顺便送来了和黑姐一样的电脑 马蒂把黑姐的电脑换成了假电脑 然后装作慌张的样子把咖啡浇了上去 好一招偷梁换柱之际 可是黑姐的电脑里并没有什么异常的资料 但有一个未命名的文件家引起了他们注意 打开是一段录音 你是最棒的所以必须用最凶狠的态度对待敌人 黑姐跟马蒂说过同样的话 难道他早就知道马蒂的来意故意让他得手的 这两个大聪明谁能玩过谁呢 天才小外孙用了一个通宵侵入了黑姐的电脑 在里面找到了阿片制药厂的案件档案 可关键文件都被涂抹了根本看不到什么 要想知道真相必须拿到原始文件 小外孙已经查到了文件编号去档案室偷出来就行 马蒂丈夫很不高兴 小外孙光忙活这些连作业都没写呢 并且为了帮马蒂他还撒谎矿客 说自己的外公感染狂犬病死了今天就要火化 马蒂觉得外孙这是为母亲报仇无可厚非 可丈夫认为孩子不应该撒谎要好好学习 马蒂只能跟丈夫保证这是最后一次了 自从马蒂帮黑姐赢了几个大案子他可热情了 但黑姐说过两人只是同事不是朋友 何况他还是嫌疑人之一 马蒂也不想和他交朋友 但现在的黑姐这么热情为什么 小汤也想得到这种待遇询问马蒂秘诀 马蒂告诉他你阴阳失调缺少平衡 但是黑姐这么热情是有个案子想让马蒂帮忙 艺术家罗先生的太太因为自来水里军团军超标死于呼吸衰竭 于是起诉了负责水管维护的物业公司要求赔偿 可问题是对方的常年法律顾问是黑姐的公公和情人黑哥 这个案子只能调解 马蒂和罗先生的年纪相访他出面最合适了 马蒂一听这不来机会了吗 他马上跟黑姐外惨 我老眼昏花的医生说我要少看电脑和手机 所以想让黑姐签字去档案室调出罗先生的纸质档案研究 黑姐也没在意直接就在申请表上签了字 黑哥奉劝着黑姐放弃罗先生的案子 同所之间调解就牵扯到基础财务和律师利益间的冲突了 罗先生赢了最多是赔偿金提成 可物业公司输的话就会解除常年合同损失太大了 所以黑姐的公公也就是律所主任要求黑姐装模作样调解下 赔偿个十万美元一丝一丝皆大欢喜行了 可这是关黑姐的律师信誉和客户第一律法 黑姐依然坚持为罗先生争取最大的利益 丈夫白哥也站在黑姐这边支持着他 马蒂站在外面教着小汤小薇他们辩论的话术 马蒂不愧是当年的大壮说的分毫不差 不过马蒂的心思可不在这个小案子上 他着急的是潜入档案室偷文件了 马蒂去了档案室把申请表给文书 可文书说必须要提前发邮件预约时间才能进去 马蒂一听不愿意了 黑姐的权限比后勤部胖太太的权限大为什么不能进呢 文书表示胖太太有强迫症狠教条必须遵守规矩 马蒂说坏话让胖太太听见了更不能进了 小孙子还矿着课等马蒂的消息呢 没办法马蒂只好委屈地用手机给胖太太发了申请 胖太太其实很和善的 他收到邮件立刻表示有个人取消了预约 不过只能20分钟以后才可以进去 还没等进去呢 黑姐急着把马蒂叫了回去 要马上去罗先生家让他签委托协议 马蒂只能无奈地跟着去了罗先生家 罗先生说今早有另一个律师来找他要签委托协议 并说会赔偿他十万美金和解 黑姐也莫名其妙地不知道是谁撬了他的买卖 罗先生已经被这个起诉案折磨得精疲力尽不想继续了 黑姐只能给了马蒂一个眼色搞定他 马蒂和罗先生聊起了家常 首先马蒂告诉他自己丈夫两年前得了老年痴呆死了 照顾病人的辛苦过程就别提了 这下让同事丧偶的罗先生顿时有了好感 马蒂看到桌子上只有一个盘子店 又说起了独守空房的孤独感 这下更引起了罗先生的共鸣 马蒂接着表达了他为妻子找回公平的敬佩 并表示正义可不仅仅值十万块 这番话说的罗先生心潮澎湃立马表了决心 我就委托你们调节了谁来都不好使 我说的 老太太顺利完成了这项任务 黑哥说去找罗先生的律师就是自己 虽然这么做事不道德的但也是为律所好 白哥安慰着黑姐告诉他 媳妇出卖老爹证明白哥对黑姐是真爱啊 马蒂把罗先生扔在办公室 让小汤给他讲解下阴阳平衡 他又去了档案室可预约的时间过来 可胖太太严守规则让他下个星期再来 马蒂装了半天残也没用于是灵机一动 胖太太是有爱心的人 他一听马蒂是因为自己的狗子病了 才错过时间的顿时心软了 他亲自把马蒂领进了档案室 胖太太走后马蒂立刻开始行动 他按照外孙提供的档案编号 很快找到了药厂的卷宗 满满一箱子文件壳里面并没有马蒂想要的 这时他看到里面有一个档案带是空的 原来是关阿片药物不合格的文件被人拿走了 黑姐不停发着短信让马蒂赶紧回来 马蒂不管他给外孙打去了电话 外孙好不容易上次课又被马蒂滴溜了出来 马蒂告诉他原件都被人拿走了 能不能查到是谁签收的的 外孙告诉他只要有卷宗的编号 他就能入侵电脑查到 而此刻黑姐急得给马蒂发来了扇巴掌的表情包 马蒂赶紧跑回去参加调节会议 双方开始向调节员阐述自己的立场 黑姐这边的申诉理由是水巷里发现了军团军 此因报告证明罗先生的太太感染死于呼吸衰竭 物业公司因为疏忽和维护不当应该赔偿250万美元 黑哥和主任这边表示 罗先生打苦琴牌不能说明物业公司玩忽职守 并且物业公司有定期给水巷消毒的报告 黑姐认为物业和检测机构串通好了隐瞒军团军超标 黑哥这边表示报告是政府出的不可能作假 鉴于同情罗先生最多赔偿25万美元 接着他们出示了另一个证据 医院尸检结果罗太太是死于空气中的有毒化合物 这些化合物就包括罗先生做艺术品的树枝挥发气体 也就是说并不是军团军感染致死 这下不但黑姐这边被动了连罗先生都震惊了 妻子难道死在了自己手中 罗太太的死因报告还需要黑姐这边进行评估认可 但是黑哥只给了他们四个小时否则连25万都不赔偿了 主任黑哥满脸笑容离开了 黑姐只能让小汤小微去医院重新检测 马蒂去罗先生家拿艺术品原料安全的证明 罗先生原来是画画的 后来妻子在郊外看到老鹰抓兔子吃就喜欢兔子 所以罗先生就买了安全树枝给妻子做了很多兔子雕像 这些兔子也留下了他对妻子深深的怀念 罗先生屋子里的东西堆成了山 看来要好好找一阵了 两人正找着那马蒂发现一堆文件潮湿的都发霉了 他们挪开文件看到墙面渗水连壁纸都泡得稀烂 马蒂立刻把空气检测公司叫了过来 检测公司化验出空气中充满了黑霉菌 而起点就是因为墙内的水管破裂引发的 市政法规定物业公司每隔几年就要对水管进行检测改造 正是他们没按法律条款执行才导致漏水的 这家物业公司在纽约管理72栋房屋 或许不仅仅是罗先生家没有检测改造 马蒂立即让小汤小维在医院增加一项黑霉菌的检测 医生告诉他们最终检测导致罗太太呼吸衰竭的正是黑霉菌 黑姐把报告甩给了她公公 我方拒绝你方的提议明早会提出新的索赔金额 可她的公公却好像一点也不慌张 马蒂兴冲冲地回到家却被丈夫训斥了 他打扰外孙上课被老师好一顿批 外孙竟然又旷课跑回来弄电脑 悲伤的是图书馆没有外接网络根本无法入侵 更惨的是老师叫家长看到外公没狂犬病死 还以为见鬼了 丈夫埋怨马蒂太执着了让外孙徐会撒谎了 可马蒂自己何尝不是24个小时生活在谎言中吗 有谁知道一个70岁卧底间谍的心酸 马蒂拿刀剁着洋葱就像在剁着丈夫 他装了一袋子洋葱去上班了 没办法为了女儿死亡的真相 他只能活在谎言中 马蒂进了办公室发现很多外来的律师 经过会议室看到满桌子的外卖好像开了一整晚的会 有些陌生的面孔忙碌的整理着文件 马蒂虽然感到奇怪也没在意 他走到档案室门口掏出洋葱狠狠吸了一口 顿时泪流满面熏得差点没背过气去 马蒂悲伤地告诉胖太太 我的狗子昨晚不吃东西了 甚至最喜欢钻美女裙子底也不钻了 自己伤心过度没找到文件还需要进去一趟 正说到这黑姐竟然来了 黑姐去过马蒂伪装的小家根本没有狗 马蒂只能支支吾吾地说不想让死狗打扰大伙的工作才没说 爱心泛滥的胖太太当即把马蒂领进了档案室 调解员已经拿到了物业公司的意见书 物业公司竟然主动提出赔偿给罗先生600万美元 并且他们还承诺维修房屋 如果谁家被黑莓菌感染了还会每人给30万美元的健康金 这简直是超乎想象的意外之喜啊 众人忙不迭地同意啊 这桩官司最终画上了句号 几人激动地立刻去医院体检 只要有和黑莓菌相关的健康问题就能拿到30万 马蒂在档案室里查阅着资料 终于找到了那份档案的签收记录 上面的签名是一个正嫌曲线 马蒂的头皮顿时麻了 这谁的签名这么有创意啊 他正准备下载文件的时候档案室来活了 物业公司新成立基金会的文件要马上送去破产法庭备案 马蒂一听顿时明白了 为什么物业公司原先不肯赔偿 现在突然主动赔偿这么多 并且就在他们发现致死原因的时候呢 物业公司和破产法庭为什么有往来呢 马蒂一下想到了强生公司婴儿爽身份的一个案例 当年他的婴儿爽身份有致癌物质被索赔51亿美元 但强生宁可认罚不认错自己把赔偿金提高到134亿美元 玩了一个大花招成了经典案例 这不细说了大家可以网上查查 如今物业公司伙同主任黑哥也用了同样的招数 主任让其他的律师整晚重组物业公司转移资产 然后将原来的物业公司申请破产 而主任为了掩人耳目穿着花花裤子就去打高尔夫了 赔偿金是原来的物业公司出 可破产了哪有钱赔啊 况且和解协议是在破产前签的又不违法 这样物业公司负责人一分钱不用赔又赚了一个好口碑 好一招一花金木的招数 可怜的就是受害人和蒙在鼓里的黑姐团队了 这个案子表面赢了实则输得一塌糊涂 罗先生坦然接受了这个结果 钱不重要关键是知道了妻子病逝的真相 当然最大的收获是他竟然爱上了马蒂 他提出要和马蒂共进烛光晚餐组成幸福的一顿 可马蒂的丈夫还活着呢 黑哥来解释自己的作为 但黑姐明白他这是对自己提出分手的报复 黑哥也顾不了自己良心这道砍要去乡下的律所沉淀心灵 外面的马蒂拦住了不知情的白哥 假计让他签字给黑姐黑哥一点时间 黑姐知道了也很感动 他这时知道了马蒂是个有能力有人情世故的老太太 也许两人做朋友是最好的选择 马蒂又去了主任办公室给他道喜 主任也很高兴给他展示自己和小布什一起拍的照片 律所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 马蒂回到家也和丈夫和好了 马蒂蹭的掏出了文件签收收据 这个签名到底是谁的呢 但马蒂早有办法对比了这个签名 他有黑姐给他签署的档案是申请表 还有故意拦住白哥让他签字的笔记 他去主任办公室的时候 趁着他炫耀照片也拍下了他的自己 这样有了三个人的签名就可以对比了 签收表上郑嫌曲线一样的名字是主任的 哇,那是个编写 我认为我们赢了我们的武器 下一个步骤 我们证明 我们证明